我从来没觉得滑雪这么煎熬过,这么痛苦,我的天哪 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奥地利的盛安中怀一场,跟小小妈请了几天假 过来自己爽滑几天,现在是早上八点半,哇塞看看大家,这里有多高的热情啊 因为第一次来盛安东,很多雪道啊,雪况不太熟些,这次呢我们请了一个向导,然后带我们滑一天,主要是滑到外野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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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哦 哇塞 哦 哇塞 我从来没觉得滑雪这么煎熬过 这么痛苦 我的天哪 我现在还要爬上去 不知道还要爬多远 我的天哪 累死了 今天向导带我们走的这条路 严重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我的天哪 这简直太煎熬了 就这样还不知道要走多远 我的天哪 累死了 滑野雪呢 第一辈的雪崩三件套 是必须要带的 一把铁锹 是用来 如果有队友 被雪崩埋了 你需要救援的 还有一根探针 还有身上背了一个 定位仪 就是如果我被埋了呢 这个东西会发射一些信号 队友会根据这个信号来找到我的具体位置来实施救援 哎呀 不过道内一般的是用不到的 希望 我也不希望能用的 哈哈哈 火 好了 收板了 哎 我现在要坐下山了 实在不想滑下去了 太累了 不过划坟雪确实很有意思 很好玩 但是就是需要各种的爬山啊 太累了 不过如果没有向导的话 还真不建议大家划坟雪 嗯 路不熟的话 对 很容易划丢 而且确实有雪崩的风险 还是要跟着向导 其实今天山顶的温度挺高的 你看前面的雪 雪线以上的雪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雪线一下就 就差点意思了 哈哈哈 不过盛寒冬这个雪场太大了 我的天呐 我觉得划一周差不多能划全 好吧 不多说了 太累了 今天准备赶紧回去好好休息了 好 就这样 拜拜 拜拜